扬州这段时间远比往日更加热闹,码头上更是早早的就有人占了有利位置等着瞧热闹,随便拉个人问其缘由,他都能详细的告诉你。 扎根于扬州地界的武林盟主府最近大喜了,皇帝老爷下旨赐婚,将盟主的小女儿嫁入位于冀州的威武将军府嫡孙为妻。 以后呀,武林和朝廷当亲如一家了,当然这么冠冕堂皇的话不用理会,谁都不会真心了去。 扬州人之所以对这事上心,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朝廷和举动有多关心,天高皇帝远的,这道圣旨吓不倒他们,他们感兴趣的是武林盟主的小女儿这么个人。 扬州是武林盟主扎根的地方,武林人士肯定要多于其他地方,关于武林的消息自然就流通得快一些,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武林盟主还有个小女儿? 扒着记忆仔细想,十多年前好像确实有这么一桩喜事,可在天纵奇才的哥哥,艳冠群芳的姐姐应称下,默默无闻的三小姐便成了被人忽视的存在了。 可,她真的被人忽视了吗? 如果你问的是盟主府的人,她会笑得莫测高深地看着你,静默不语。 如初,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,爹不怕她皇帝老儿,整个武林也不怕她,现如今南朝是内忧外患,她不会这时候对武林下手自取灭亡。 爹,嫁妆都已经准备抬出门了,现在再说不嫁,丢脸的不只是将军府和皇帝,您的脸也要丢没了。 话如初,一点没有新嫁娘该有的喜悦,也没有不得不嫁给一个陌生人的不甘,一脸事不关己地看着丫鬟收拾她最后的东西。 华青叹了不知道今天的地多少生气,满眼苦涩地看向霸妻,难得看到向来意气风发的夫君这种神情,任雅珍安慰地拍拍她的手。 如初历来有主意,她决定了的事并是定下来了,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要不然,全扬州又怎么会没人知道她们夫妻还有个小女儿,可全扬州都没几个人知道的是,那皇帝老儿怎么会知道?